人都是好人 就是想掺一点便宜 犯这种错误 那么这些年来 我也遇到 他来骗我 我去到岸瓦斯 不给他 不给他们 去接运处 怨恨 给他的欢喜 他没有怨恨 他能天天天尽 能天天念佛 终归有一天 他就 他明白了 他就我回头之后 那就是个好护法 他不再骗人了 为什么 他知道有夜阴古报 知道善阴善国 无影无报 还敢干这个事情 不敢了 所以就不会忘年 口过 决定不愿意 不念事 不其余 不悟空 我们这个口 是用他 是用他来念阿弥陀佛的 不是说人常团 不是说是非 不是说没有意义的 是说实话 那是念佛天 我要靠这个口 念阿弥陀佛 我身 揭露 我哪有时间 说些话 这个重要 当行 实与之人 跟人往来 真诚信 说实话 他骗我 我不骗他 我们各走各的路 我走极乐世界 他走 山陀地狱 他走 如果我要骗他的话 我就跟他 躲山陀了 臭疗 佛 菩萨 为什么修那么大的功德 他功德怎么修的 实际上很简单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深行研究 三规五界十下 我做到了 我通通落实了 我从早到晚 对人对死都是两个心态 欢欢喜喜的 上大当也欢喜 高兴 快乐 为什么呢 凡所有想 解释许望 假的 货币认真了 他骗我 我要不要还 不要 因为我要还的话 我离不开 六大轮回 来生遇到 他还我 我极乐世界 去不成了 不要还 我到极乐世界 学问两把事情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不可以放在心上 你回报我 你无辱 我又看不及交 没有怨恨 没有报复 我到极乐世界 去了 你干的这个事情 对我到极乐世界 统统有帮助 我赶根都来不及 为什么 无缘无故 遭受这些冤枉 小业障 小的 跟头 财务 身外之乎 喜欢 给你吧 欢欢喜喜 给你 绝对不要 要的时候 将来你要还 我还到这个世界上来投胎 这就错了 我来投胎干什么 来讨债 你说你怨不怨我 为什么不到福过去 去做福 到这个世界来讨债还债 这世界不能干 所以 人家骗我们什么 我们统统做不失着想 我对你不失供养 这是 以真诚心 落实实险业 来做人 对人 对私 对我 对自己 决定有好处 要想带个财 越失越多 人家来骗我们 多做不失想 越失越多 命中有财 丢不掉 怎么样会把财失掉呢 吝啬 把财守到那里 就丢掉了 守不得 财是通货 中国国人的通货 通是流通 像水一样 这里进来 那你要出去 要不出去就犯烂了 就造成灾难了 一定是由进又出 出的越多 进的越越多 就这么个道理 为什么不失财呢 为什么要集财呢 经上一再说 集财丧道皇 人集财修什么 功德都没有 需要的人 要帮助他 用智慧来处理